第二百六十七集 小姐 你说谁是小姐 唐蕊突然脸色一变 一耳光抽了过去 对对不起 他他他 萧文杰几乎快哭了 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这个女人果然是个变态 她的心里只能用扭曲来形容 想起来怎么称呼我了吗 唐蕊又是一耳光抽了过去 女王大人 萧文杰憋屈地叫出了这几个字 挺好 你挺聪明的嘛 女王今天就赏你一次 你看怎么样 你的脸挺白的 唐蕊跟跟一笑 突然一把将萧文杰推倒在沙发上 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根皮鞭 翻身骑到了萧文杰的身上 回到悬壶居的时候 叶浩轩这才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之处 在悬壶居的大厅里站着一群 穿练功服的人 这些人的练功服造型一样 但是颜色不一样 看得出来是分数三个不同的势力 京城有三大诊堂 这三大诊堂分别是刘父亲的白草堂 真道高手王学安的回春堂 以及汤药王之称的杀良才的太极堂 这三大诊堂在京城的名声十分显和 但是门下收的学徒 每年交纳的学费都要有数百万 白草堂的弟子叶浩轩见过 是紫色的练功服 而回春堂是红色 太极堂是白色 叶浩轩一眼就认出了 在一众紫色练功服弟子的环绕下 刘父亲赫然坐在其中 另外两方各自坐着一名年纪 在七十岁左右的老人 这两人想必就是回春堂的王学安 和太极堂的杀良才 叶浩轩心中一脸 这些人来势汹汹 看来又是来找麻烦的 不过看刘父亲的冷笑的表情 不难看出 这三个人今天又是来踢馆子砸场子的 三位来我玄湖区 不知道有什么指教 叶浩轩淡淡的说 这三个人每人带了十余名学徒 这些人过意分散战开 玄湖区的大厅几乎都被他们占满了 一些前来就诊的患者好奇地看着这阵势 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 既然来京城就要有京城的规矩 当年白草堂 回春堂 太极堂 联名定下的规矩 到京城开中医馆的 必须经过我们的考核 你来京城开医馆 不地个败铁 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了吧 太极堂那边的杀良才 有些不淫不扬的说 哼 我的医馆是有正规手续的 我本人也是有医师资格证的 凭什么要经过你们的考核 你们是代表官方 还是代表什么 叶浩轩淡淡的说 我们不是代表官方 我们是代表中医 如果你的医术不过关 开医馆只会祸害百姓 所以我们京城三大堂 当年就定下这个规矩 一来是提高中医的综合素质 二来是为百姓谋服 怎么 你有意见 王学安撇了叶浩轩一言道 哼 我当然没意见 不过就凭你们几个 就想代表中医 这话 未免说得太大了吧 叶浩轩冷笑道 姓叶的 不要以为媒体 吹捧了你几下 你就以为天下无敌 哼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这个号称 能起死回生的医生 医术到底有多高 刘复轻冷笑道 哼 你们的意思是比医术 叶浩轩淡淡地说 当然是比医术 如果你赢了 就是通过我们的考核 你可以继续在这里 开你的悬护锯 哼 如果你输了 要么滚出京城 要么留下点东西 刘复轻冷笑道 说白了 你还是想学我的太义神针 对吧 叶浩轩冷笑道 刘复轻不说话 直接给叶浩轩来了个默认 我这医馆是正规的医馆 受许齐全 我赢不赢都可以留在这里 这也算赌注 我赢了留在这里 我输了传你太义神针 好像输赢你都没有什么损失 这赌注公平吗 我亲自和你对阵 如果输了 我白草堂的牌子以后 就放到你玄湖居一边 你看怎么样 刘复轻冷笑道 我要个破牌匾有什么用 放在门口也嫌碍事 不过除了那块是 乾隆亲笔玉写的牌匾外 刘复轻倒也没有什么 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叶浩轩淡淡的说 少废话 笔还是不笔 刘复轻冷笑道 那好 今天 京城三大诊堂的人都在这里 正好我要你们见识见识 何为一道 不过刘复轻 你儿子刘夷和上次还欠我个赌注 还没有兑现 是不是你们白草堂输不起 如果是的话 我想今天这场比试 已经没有必要了 叶浩轩淡淡的说 你 刘复和被叶浩轩的话呛的说不出话来 不错 上一次他鄙视的时候输给了叶浩轩 还欠叶浩轩三个想头没有磕 要他当面磕头 他可丢不起这个人 怎么 你不承认 上一次那场赌视贵老亲自见证呢 要不要我把贵老叫过来证明一下 叶浩轩淡淡的说 好 你有种 刘夷和咬咬牙 然后当众跪到叶浩轩的跟前 磕了三个头 然后回到刘复轻的身边 众人一阵哗然 这刘夷和竟然输到叶浩轩手里过 能当着面给叶浩轩磕三个头 这磕倒是真的能屈能伸 为了对付叶浩轩 他把三大镇堂的领军人物 齐聚在玄湖居 如果因为他的赌注 导致这场比试进行不下去 那他的一番忙碌 不就是白费呢 那好 开始吧 叶浩轩冷笑一声 转身走出了玄湖居的门外 这些人来的时候 是早有准备的 玄湖居外四个枕桌已经备好 上面备着好笔和墨烟 叶浩轩冷笑一声 请知道这几个人考究自己的书法 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医 如果不会点书法 那是说不过去的 坐到了枕桌前 叶浩轩淡淡的说 怎么个笔法 随机抽出来一名患者 我们四个人一起诊断 第一局比速度 谁开出的房子最快最有效 那就是谁赢 刘父亲淡淡的说 哼 刘大国手果然是好算计 一上来就出自己最拿手的题 是不是怕别人不知道 你刘快手的名号 嗯 叶浩轩冷笑道 开始吧 刘父亲直接无视了叶浩轩的嘲讽 他随即淡淡的说 前来玄湖居看病的患者 着实不少 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 看到这架势 所有人都是跃跃于世 眼前的这四个人 都能称得上是一道的高手 能让这四个人给自己看病 那在平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患者是随机抽了的 为了达到公平性 一名热心的路人写了号码牌 然后抽签决定 抽到谁算谁 第一名被抽到的患者是66号 很吉利的一个数字 那患者一排大腿兴奋道 我就知道 这个数字幸运 说着他就走到了四张桌子的正中间 那名患者的腰勾搂着 好像直不起来 他身上似乎有些痒 不时的在身上抓来抓去 就好像是一只猴子一样 而且他裸露在外面的皮肤 起着硬币大小的斑块 看起来让人感觉到一阵恶寒 刘富清扫着叶好璇一言道 我们是前辈 可以让着你后辈 你先上去把脉吧 不用了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叶好璇已经把方子写好 他把手中的毛笔放到了一边 淡淡的说了 这人的病我已经清楚了 方子已经开好了 你们去把脉吧 狂妄 你以为你是谁 真的达到了忘气的境界 王学安冷哼了一声道 我们比的是速度 我现在已经把方子开出来了 严格来说你们已经输了 我答不答得到忘气的境界 与你有关系 叶好璇骗了王学安一言道 看病不仅仅是要快 更重要的是疗小 你能做得到吗 刘富清冷哼道 我对我开的药有信心 几位请吧 看你们几位是前辈 我可以让着你们点 叶好璇淡淡的说 杀粮才站起来道 年少轻狂一点可以 不过不要太目中无人了 那就不是张狂 那样就是嚣张了 王学安冷哼了一声 然后三人依次走到病人的跟前 为病人把了卖 然后问了一下情况 便依次走到了自己的枕桌前 去开方子去了 过了五分钟 几个人才依次把笔放下 然后刘富清道 说说大家的诊断结果吧 王老 你的诊断是什么 风诊 夜间起得比较多 欺养难忍 严重的时候甚至无法入睡 便证为废弃不足 外卫不顾 盈卫不合 质疑 义气顾表 调和盈卫 这是我开的房子 你喝三级就好了 我保证你不会再犯 王老啊 我的诊断结果跟你差不多 我想我们用药也是一样的吧 沙梁才呵呵笑道 公布了自己的方子 两人的方子果然差不多 而刘富清的诊断同样是风诊 在用药上 他们同样差不多 不知道叶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什么 沙梁才冷笑道 其实京城三大诊堂的利益是相同的 叶浩轩这匹黑马的出现 让他们的利益受损 这三大诊堂的模式相同 无非是仗着自己的名头 高诊费高药费 一般的人根本在这里看不起病 叶浩轩的横空出事 直接让他们的病人少了很多 所以三个人抱团来打压叶浩轩 你们几个的药不对症 叶浩轩摇摇头道 放屁 你说谁的药不对症这是风诊 你用个更好的方法给我这只看 刘父亲冷笑道 你是不是有费心病事 叶浩轩走上前问 对 你怎么知道我有费心病 病人疑惑地说 从你的呼吸就看出来了 叶浩轩笑了笑道 一个星期前你因为费心病住院 掉了一个星期的水 前天才出院 出院的当天晚上就起了风诊 对吗 不错 我是刚刚从医院出来 你是怎么知道的 病人一惊 年纪轻轻的医生 难不成会算命不成 要不然 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你对西药轻微的过敏 你这个风诊其实是有过敏引起的 并不严重 就算是不治 再过三天 也会自己消失 不过这几天比较难以忍受罢了 叶浩轩笑道 胡说 这明明是风诊 你都能诊断成过敏 用意 沙梁才冷横道 卖都不把 你还能知道的这么清楚 我看你就是胡说八道 王学安也道 别听他的诊断了 他已经误诊了 吃我们三个人随便一个人的药 我保证你三天就会痊愈 有些人除了会炒作 还会什么 一点中医基础都没有 也敢在这里看医馆误人 刘复轻道 叶医生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我知道你的医术不是炒作出来的 我等不了三天了 这痒的我都不能睡觉了 你说说怎么治 患者上前问道 其实你这个病很简单 五分钟我就能帮你治痒 真的 太谢谢了 叶医生 你快帮我治治吧 病人大喜 叶浩轩转过身 取过自己写下的方子 交给病人 然后笑道 照着上面的字读出来 越大声越好 好 病人接过来方子一看 不由得傻眼了 这间上面写着六个字 是佛家的六字真言 阿玛尼 妈咪哄 叶医生 这几个字真的能治病 病人有些疑惑地说 当然能治 就六个字而已 你不妨试试 叶浩轩微微笑道 那好 我试一下 病人迟疑了一下 清了清嗓子 然后用最大的声音吼了出来 阿玛尼玛米红 这患者的嗓儿急促 他的吼声几乎盖过了路边汽车引擎的声音 而且他感觉没吼出来一个字 身上就轻松了一分 六个字吼完 他感觉身上轻松的多了 这是我听过最大的笑话 说过了寡闻 这几句佛经也能治病 刘父亲忍不住大笑道 刘老 像这种人就是江湖神棍 骗子来的 怎么也开启了医馆 如果今天我们不来 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给骗了 还气死回生 我看就是神过一个 佛经治病 我看你脑袋短路了吧 王学安也冷笑道 围观的病人也议论纷纷 对于叶好轩这种独特的治病方法 他们也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不用吃药不用针灸 就这样单凭吼几声就能治病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听说过 虽然身边的几个老家伙 不停地冷嘲热讽 但是叶好轩并不理会他们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这名患者 渐渐地患者身上那种 欺氧难忍的感觉就消失了 五分钟不到 他身上那铜钱大小的红色枕块 也跟着消失 不痒了 真的不痒了 叶医生啊 你真的神了 我真的好了 好了 病人惊喜地说 真的好了呀 快看 他身上的风疹消失了 真的呀 叶医生真的是太厉害了 神医啊 不吃药都能把病治好 这真的是神医啊 人群中嗡的一声议论纷纷 对叶好轩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医术 真牛啊 叶医生啊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患者激动地问道 这六字真言在佛家称为药师症 古人叫它观音六字真言 其实按照现在的科学的说法是 这种高声呼喊 能让人的身体瞬间绷紧 经脉也同时绷紧 当你喊完这六个字以后 身体放松下来 病痛就会随着你的身体的放松 而流出体外 你的病是因为药品过敏导致 而且跟你的情绪也有关系 所以喊出来后 你的病就好了 叶好轩解释完 所有人才恍然大悟 刘父亲三个人的神色有些不自然 叶医生啊 你真神了呀 以后我有病的话 肯定第一个来找你 什么京城三大诊堂 除了会要钱 别的还会做什么呀 呸 就是啊 还在这里摆出来一副高人长辈的模样 恶心不恶心 班能怒服啊 这三个人的医术加起来也没有业医身高啊 还好意思说什么 开医馆要通过他们的审核 哈哈哈哈 他们脑袋羞头了吧 那就是以老卖老 有这功夫呀 好好地研习一下医书去